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海洋反安 我是王孟平 美国选举现在最后的倒数 我们看到不管是疫情的升温 欧美甚至在德国 法国都重启封锁 美股在周末以前这种崩跌的反应 台股难道真的由上演狼来了吗 我们看到这恐慌指数的飙涨 那市场开始害怕 会不会也代表有风险意识 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吓自己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大选民调 现在黄金交叉 川普领先拜登是一个百分点 所以面对这种法夹湾式的一个穿式的超车 美国大选之后三大情境分析 对于台股对于美股的关键性影响 我们稍后都带您来做观察 好 那策略面方面 局长不追高 集叠可以找买点吗 好 第三季到底财报隐形冠军 是否能够有再大的利空 也能够抗跌的走稳 我们先问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顾德投顾的黄汉全分析师 看见好 孟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一则是在亚洲投顾的苏建峰老师 建峰好 孟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先带大家来看这一则报道 台股的护国神机台积电 可以再发威吗 我们看到其中一大关键 就在于在明年初的时间 英特尔会不会把7奈米的制权来扩大外报给台积电 美国金片大厂英特尔执行长史旺在最新的财报法说会上坦言考虑扩大委外生产晶片 美新外资就率先预测英特尔可能于2021上半年7奈米外包给台积电 若在2025年前拿下八成试战 此商机更将为台积电额外创造98亿美元的收入 维持加码平等与目标价570元 它在这一次因为7奈米的先进制程的落后 导致于跟AMD这边的一个竞争的态势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 台积电能够提早得到所谓的委外代工这样的一个订单 它这个会造就明年整个台积电这边的一个成长动能 维持一个双高位数的一个成长 外资研究报告指出 晶圆代工生产的行动晶片过去10年强劲成长后逐渐迈向高原期 但高效能及云端运算需求接棒 未来10到20年成长速度每年上看10%至15% 摩根大通推算 若未来运算晶片巨人 英特尔两大事业群扩大外包 合集将为晶圆代工市场创造165亿美元商机 由于台积电制程良率领先三星 渴望拿下大部分订单 换算2020至2025年台积电营收年复合成长8% 在乐观情况下成长速度更挑战11% 苹果iPhone 12新机市场销售反映良好 外资将整体iPhone Top系列今年出货量由7400万只 上调至8000万只 换季潮预计将持续发酵 而以台积电为首 包括红海、大力光、稳帽、星星等苹果供应链 第四季渴望迎来追单 虽然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全球依旧被疫情笼罩 市场多持观望气氛 但台积电短期大咬苹果iPhone 长期有英特尔助攻 未来进一步启动上修循环 幅度渴望超越整体市场 记者曹再琳严连凯台北采访报导 所以护国神机现在摩根大通推算 若未来英特尔在两大事业群势扩大外包的话 台积电如果拿下大部分订单 那换算今年到2025年的营收 会复合成长达到8% 而如果更乐观情况下 甚至可以达到11% 所以在国际的资金这么宽松之下 热钱还有机会进驻到台积电吗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其实台积电的优势 当然在于先进制程这一块还是领先的 英特尔这边来看的话是明显的落后 所以一些的新的产品 新的制程的产品 可能也都会寻找台积电来做一个代工 再加上中国大陆这一块 不管是中心半导体 或者是这个华为的一个事件 使得在半导体这一块市场来讲 似乎也没看到说 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成长 甚至连新街的订单 甚至旧的订单可能都被 都要抛掉了 所以反而台积电来讲 还是具有一个领先 全球领先的一个优势 这个所谓的韩国的三星 三星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还赶不上 还赶不上台湾人这样的一个制程 所以反而对于台积电来讲的话 应该都还是具有蛮大的一个优势 只是说现行来看的话 它之前是来到这个高点的一个位置去 所以反而在于过去这个礼拜 因为美国股市的一个回跌 所以反而股价来讲的话 也有一些修正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代表说其实这边来讲 高点没办法过 那低点来讲的话 其实算是还是有撑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区间震荡 来回的一个走势 尤其是在指数13000的一个位置 这个外资啊 它也不见得会积极的去做一个大买的一个操作 所以反而以台积电来看的话 有优势 有未来的一个前景 可是在操作面上面来讲 应该是以低阶为主 好老师 你看到在操作面上还是以低阶为主 但是因为大盘真的 这次又破了季线 从上一次的经验来看 好一度破了季线之后 很快的回温 甚至V型的反转 所以这一次到底破季线 对于在盘市的意义是什么 很多人都认为 大盘破了季线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前几次来讲破了季线 很快都又弹升上来 那这次来讲会不会比较不一样 其实我们先看一下现行 你可以看得到说现行来讲到 其实之前的13000点的一个位置 明显的来到这个位置区 已经差不多横向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低档其实有两只脚 可是高档来讲的很多的小头部 那小头部来讲一来 就形成一个蛮重大的一个压力 可是低档来讲 其实这两只脚 有形成一个重大的一个支撑 所以要看什么时候 会去往上突破 带量的突破 或者是在低档区带量去做跌破 那可能它一个趋势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不过以这边来看 因为现在是碰到美国股市大跌 因为过去这个礼拜 美国股市大跌 那大跌又碰到美国的一个选举 所以观望的一个气氛比较浓厚一点 可是相对的 其实来到这个位置区 跌破季限来看的话 不见得就会急速的往下去 做一个回跌 因为毕竟来讲 其实现在市场的信心 还算是比较强一点的 所以很多的股票 也进入到所谓的第三届财报 公布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这些财报会不会有优势 法收会上面来讲 会不会对于第一次世界展望 或者对未来明年来讲展望更加的乐观一点 如果说可以的话 那反而这些股票来讲 反而经过修正之后 就有机会往上去做推升 再加上近期美国股市来讲 虽然是做回跌 那最主要当然就是在于所谓的 这个纾困基金 纾困方案也没有通过 那纾困方案没有通过来讲 大家可能也就比较保守一点 如果说在选后 纾困方案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通过 那代表说其实美国这边释放出了一个资金 又是非常大的 那这种热钱来看的话 其实都还有机会流向亚洲这块市场 尤其是台湾的体质比较好 那本益比来讲也算是比较低 殖利率来讲还有接近4个百分点来看 还是有机会成为外资 在明年回补股票市场的一个好地方 所以反而以这边来看的话 轮动的态势是没有改变 可是问题是很多股票涨多了 不用去做一个追加的动作 可是低位阶的好股票一定是列为所选 那我们等一下从第三季的财报 事先的去评估看能不能赚赢上半年 如果可以赚赢上半年 位阶又属于在低档低位阶 我相信就像碰到美国股市的大跌 那这股票其实安全性也会比较高一点 好确实刚刚看到在美股倒穷部分 有一点点这种双头的这个形态做浮现 那下礼拜到底美股市会不会指稳 关键就在于在美国的大选的结果 在美国的大选过后到底有哪一些的情境分析 我们帮大家先整理一下 美国大选可能有三种的情况 大家做一个这个猜测 如果说维持现状就是说川普连阵 再加上共和党掌握参议院的话 那选后股市大家认为说有机会上涨 那川普的政绩他又以在股市为主 所以就有利于在一些大型的科技股拉向银行股这一些的表现 那如果真的翻盘了 好拜登胜选加上民主党掌握在两院的发展 那拜登的这个政见会加税 好包括监管比较趋炎 这个时候股市有可能会跌幅最多达到5% 另外第三种情境是分立政府 那反而是有利于在金融市场 股市有机会看涨是4% 那所谓的分立政府指的是说 如果拜登胜选 但是参议院好是由共和党做掌握 他们这样认为是最有利于在金融市场的发展 好所以现在选举的结果就要多空大摊牌了 那川普概念股跟拜登概念股 川普概念股包括像现在大型科技股银行之外 那国防啦石化燃料 拜登概念股就是最近很强的像绿能节能 好电动车基础建设像人民币跟新兴股市这一些资产 所以我就要来请教建峰的是 请问川普概念股在选前已经这个多空的一个大压宝 最后要先底牌会怎么嫌 好的基本上来讲的话 当然在每次的一个选举之前 一定都会有所谓的分两边的概念股 不只是美国选举 我们台湾选举也是一样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些概念股到之后的表现 好像都不是预期那样 当然我们是可以预先去做的规划 但是我是认为说现阶段在整个美国股市 或者甚至说我们台湾股市来讲 在这一段时间的上涨幅度 其实都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其实选后我倒是会比较担心稍微有点回撤 就像刚才汉城讲的 如果说在选后这个纾困方案 没有办法很快速过关的话 这反而是一个卖压 现在选前确定不过了 对现在选前确定不过了 因为巧不容嘛 对巧不容 所以说选后能不能过 这个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倒是觉得对于后面股市的一个表现 反而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点 倒不是说谁当选 我觉得谁当选到现阶段来讲的话 美国股市涨那么多 现在不是重点 但是这个纾困方案 这个资金能不能更有效的去做宽松 更有效的前进股市 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 对于股市后续的表现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大家可以好的来做一个关注 所以有纾困经济才会有成长的机会 对没错 因为其实现阶段资金说真的也已经够宽松了 但是这个纾困方案一出来的话 这个资金会更加的宽松 那这些纾困的资金的话 没办法去做其他地方 就会前进股市 那股市缺的就是动人嘛 只要有资金股市就会动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纾困方案如果说有机会去做突破的话 这或多或少对于股市都是一个激励的效果 而且更能提振一些投资人的信心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好好关注 那现阶段台股的话其实刚刚汉城也讲过 台股就是震荡整理 台股从7月份创高之后 已经到现在已经整理了三个月了 哇已经整理三个月 而且他挑战13000点六次 革命都还没成功 革命还没到11次可能还不想成功 但是原则上来讲话他已经挑战六次了 那这六次来讲上面一定累积不少套牢的卖压 所以那是个压力是没有问题的 那下面来讲话刚刚也有讲到 12500点这是一个区间重大的一个支撑 那现阶段一跌破就拉回来 一跌破就拉回来 所以这边也是有支撑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大整理区间就是在12500到13000点之间 因此他还没有出现一个关键性的K棒去做个突破之前 不管往上或往下一定要有K棒 那如果没有的话原则上他都是一个大区间的整理 那这边还是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投资的教学 其实有一句话常常讲 整理的时间越久 未来突破的行情就会越大 不论是大盘不论是个股都一样 他整理了很久了嘛 上面有压力下面有支撑 那只要他敢去突破压力 通常都会走一段 那他敢跌破支撑 通常也会往下杀一段 所以说很简单的顺势操作就是说 突破压力你去偏多操作 那跌破支撑的时候呢 你去偏空操作 通常都有利可督 你只要勇敢的设好停顺点去做个进场 我相信这样的操作方式 操作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做个关注 好 不过现在美国这个财报 也即将进入到了一个尾声了 那已经公布出来这种财报的概况如何 我们稍后回来带你关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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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